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知道吗 我们平时吃的西瓜籽并不是西瓜的籽 而是籽瓜的籽 籽瓜呢 原产于非洲 后面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 形状和西瓜很相似 但是它的个头却比较小哦 下面说一条关于猪的冷知识 猪的后脊椎骨中和人相比少了一个软骨 所以呢 它是没有办法抬头的 那它的视角更是无法看到天空 当然 它可以横着看 斜着看 或者躺着看 也可以四脚朝天的看 一说到凉茶这两个字 大家会先想到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肯定会想到王老吉和加多宝这两个牌子 这两家打官司的新闻实在是不少 搞得吃瓜群众们都不淡定了 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 其实这要从清朝的道光年间说起 当时有一个人叫王泽邦 乳名叫阿吉 人称王老吉 原本啊 是种地的 后来因为爆发了瘟疫 王泽邦就开始学医 然后他就依照着药方煮茶 忽然就治好了好多人了 于是他就发现了商机所在 开始摆大排档 卖大碗凉茶了 后来呢 在广州开了王老吉凉茶店 时间来到了鸦片战争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出售袋装凉茶 后来呢 在中华民国成功注册了商标 甚至曾经走出国门 参加英国伦敦的展览会 王老吉凉茶一直传了三代后人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王老吉就被一分为二 一部分纳入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另一部分在香港 人叫做王老吉 我们暂且称他为香港王老吉 他是由王泽邦的家族后人帮助经营的 到了1995年 广药集团把王老吉使用权租给香港王老吉 又到了2002年 双方签署了十年使用权转任协议 又到了2008年 香港宏道集团 也就是香港王老吉 向汶川捐款一亿元 让全国知道了王老吉 并成为全国销售的冠军 2012年 广药集团要回王老吉商标权 香港王老吉就被迫改名为加多宝 后来双方又开始打官司了 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句台词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 全国美卖十罐凉茶七罐加多宝 等等等等 然后加多宝就连输了20余产了 怕上火就喝王老吉 怕上火 现在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怕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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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加多宝 骆驼大家都见过吧 没见过真的 也在电视里见过 对不对 它那两个大大的驼峰是干嘛的呢 原来驼峰里储存了大量的能量 可以坚持一个星期不吃不喝 这个时间真的已经是够长了 然而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生命力比它还要顽强的生物吗 乌龟 嗯 在1846年 有一个英国人把从埃及带来的蜗牛放在实验室的固定榜上 当作标本收藏 4年后 惊讶的发现蜗牛还在分泌粘液 于是尝试给它喂食菜叶 居然发现蜗牛还活着 变色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帕行动物 它有着长长的尾巴 可以靠这个尾巴呀 卷在树枝上 但是更奇妙的是它会变颜色的这个功能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更奇妙的还有它的舌头 它每次扑石都是与迅雷不及掩耳到零耳响叮当 这是快速完成的 这都是拜它神奇的舌头所赐 它的舌头一伸出来就是自己身体的两倍 而且非常灵敏 舌头上还有线体 能分泌大量的粘液 像浇水一样沾住昆虫 这样精巧的舌头 就可以帮助它快速捕捉猎物了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